非常高兴 能够来到北京 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我的汇报题目 叫 传统文化 给党员干部带来的 真实利益 那么 我呢 在汇报之前呢 简单的再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是 95年开始 担任大同寺地税局 开发区分局局长 到2010年 当了15年的局长 地税局局长 当了15年 那么 在2011年以后 带大家一片 看好我的前途 但是我 毅然的选择了 大同寺干部教育中心 主任 这个职务 很多人 有些我们单位的 包括我们省局的局长 都想不通 认为今天这个社会 大家有些人知道呀 地税局 国地税局 是一个 在一些人的野里 那是含金量很高的职务 竟然有一个人 放着 这样一个局长 不当 甚至呢 有更好的岗位 不去 选择了一个 没有实权的 只有教育权的 这样一个职务 认为我是个大傻瓜 那么 我是不是傻瓜 我是不是傻瓜呢 一会儿呢 我汇报完了 大家就理解了 那么 可能呢 有一些人 没有注意到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章 在2007年以后 就是十七大报告以后 做了一条重要的修订 这一条呀 有些人没有在意 这是我们党 从借党那一天到2007年 第一次 把这句话写进来了 但是呢 很多人没有在意 我呢 把它当真了 这句话 在党章的总纲里 是这样讲的 要求共产党员 弘扬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 可是呢 这句话 有的人 他们没当回事 我是当真了 我从2008年的8月份 做了一个实业 这个实业是什么呢 我自己和我们的干部 用用圣邪教诲 把圣邪教育落实到我们的工作中 生活中 生活中 学习中 大家记住啊 是落实 啊 那么 到今天 啊 正好是8月份 整整5年了 那么 5年的时间 我回过头来 因为我们是在全国党政机关 率先 用圣邪教育 啊 教育党员干部 啊 那么 这5年呢 我总结了一下 获得了六大成果 啊 六大成果 第一 第二 是我自己得到的第一 首先 我自己啊 身体恢复了健康 在5年以前 我身体有两种严重的疾病 在 可以说 所有的治疗方法都用了 没有自豪 但是这几年 我力行圣邪教诲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这几种 这两种病没有治疗 好了 自然而然 恢复了健康 啊 这是第一 我身体恢复了健康 第二 我现在生活有了幸福感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 又跟大家讲了 我当了15年的局长 我把过去那15年啊 当局长的那种生活 形容成什么呢 我现在回过头来看 过着一种醉生梦死的生活 没有感觉到生活的幸福 但是现在 但是现在我得到了圣邪的智慧 看到了一些宇宙人生的真相和自然规律 我知道了人生的目标和人生的价值 我现在呢 我现在的生活真正有了幸福感 这是第二 第三 我的家庭落实了圣邪教会以后 我的夫人 我的孩子的教育问题解决了 我们家庭受益了 第四 是我们干部 应用圣邪教育 这几年来 我们干部呢 他们的家庭 他们自己 包括我们的工作 受益了 那么第五项成果和第六项成果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随着我们落实圣邪教育的深入 这几年 我们用圣邪教育 解决了我们党的宗旨问题 只有用圣邪教育 我们党员干部完全可以做到为人民服务 完全可以 不是一句口号 这不是一句口号 用圣邪教育 我们从源头上 治理了贪污腐败 大家知道 我们国地税局 是一个在全社会党政机关里 贪污腐败最高发的部门 因为什么呢 一般的干部 他手里也有执法权 其他的政府部门 一般的干部 他手里没有执法权 没有什么多少权力 他们没那个机会 也就是说 我们国地税的一般干部 他都有贪污受费的这个机会 那么我们用圣邪教育 这几年 从源头上治理了贪污腐败 这一大成果 我自己完全没想到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那么通过我们这五年的时间 我们曾干 地形圣邪教会 我们证明了英国的一个大哲学家 历史学家 叫汤比他讲的一句话 他说 人类要想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 必须回到2500年以前 从中国的孔孟学说里找答案 我们找到了这个答案 我们实现了 我们大家就想了 可能在座的各位嘉宾 你们想了 你是用什么方法 获得的这六大成果 人家有的人搞了一辈子的国学 研究了一辈子 这个中华的传统文化 可能自己学生的教育问题 还没有解决 你是用什么方法 得到的这六大成果 短短五年时间 告诉大家 我自己走了 可以说我学习圣邪教育 在十年前就开始了 就开始喜欢上国学了 但是我走了五年的弯路 前五年我学习什么龙 孔老夫子的龙语啊 道德经我看过很多 甚至我到清华和复旦大学 参加国学课 学一次国学就是两三万块钱 我有钱嘛 当局长 我能花这个钱 我去学一次一个星期两三万 我前五年学过这样的课 学过两次 可是回来以后 该怎么做 还怎么做 对工作生活没有任何的利益 那么在2008年的 我记得在七八月份 我接触了一个国学大德 他告诉我这个奥妙 你为什么得不到利益 你应该怎么做 才能得到利益 我才走上了这个正道 那么我为什么把这个老师叫做国学大德呢 不叫国学大师呢 因为他讲道了 自己做道了 他不是骗人 自己讲一套 自己做不到 那叫假的 骗人的 他自己讲到了 完全做到了 所以这样的人 我把他叫国学大德 他是有德行的 他呢 告诉我这个奥妙 说你把那些大经大论放下 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有一经里面 有一个重要的原则 叫大道四解 什么意思呢 最高的道 最大的道是最简单的 没有什么复杂的 不要听 讲的天花烂醉 没用 你一般的人没有那个能力和时间 你想得到利益 有两本小书 你就足够了 甚至一本小书你就足够了 你好好力行三年 你的命用就转变了 我听了他的话 我这一次真的听了他的话 我从08年8月份开始 把所有过去学的老子的道德经 什么龙鱼 易经 这些我不看了 我就把这两本小书 我开始落实 哪两本小书呢 第一本叫弟子归 第二本小书 叫太上感应篇 两本小书 那么可能第一次来接触 这个传统文化的人 对这两本小书还不了解 我简单的 把介绍一下 这两本小书的重要意义 首先 弟子归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他是我们儒家 第一条根 我们那个大德老师讲 他是儒家 四库全书 四书五经 十三经 所有理论 全部落实到弟子归里 113戒四 一千零八十的字 非常简单 可是一般人瞧不起 他是呢 比如说弟子归 你能做到六十戒 落实六十戒四 具体的四 道德 你就是一个公子 也就是说 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你假如做到 八十戒 假如做到八十戒 你是一个什么人呢 邪人 如果113戒四都做到了 大家说 你是一个什么人了 你看大家学习两天 已经开悟了 我记得 我们温总理到北大 有一次讲 问了一些教授 说我们这几十年了 为什么产生不了大思 那些教授 我看讲了很多理由 我 我们大家明白了 为什么产生不了大思了 他连做人最根本的 道德都不具备 他学的知识越多 毛主席说的那句话 叫什么呢 知识越多越反多 哈哈哈哈 所以呢 这位大德老师告诉我 这两本小书 你如果把它的次序搞错了 你没有落实这两本小书 先去研究大经大路 研究国学 就搞成了什么了 叫什么了 叫 如学 道学 搞成了学术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次序颠倒过来 你先从弟子规和太上感应天去落实 然后再去研究这些大经大路 你研究老子的道德经 你就是当代的老子 啊 就是当代的老子 你研究龙语 你就是当代的龙语 孔老夫子 啊 就 这一个字 啊 你看 如学 道学 跌倒一下次序 变成了 啊 学如 学道 完全不一样了 效果完全不一样了 你就可以得到利益了 那么怎么解决这两个字 颠倒一下呢 你变成不要搞成国学 道学呢 你要学如学道 怎么来解决呢 就是这两本小书 完全可以解决 弟子规就可以解决 太上感应天就可以解决 那么太上感应天是一本什么书呢 告诉大家 那 太上感应天是所有道上理论的落实 那么 弟子规和感应天有什么不同呢 用我们今天最流行的一句话 来描述 弟子规讲的是正能量 你做到一条 增加一分正能量 啊 那么太上感应天是一本什么书呢 你违反了一条 你就增加一分负能量 太上感应天讲的都是恶 啊 你看太上感应天 一千二百七十四个字 一百九十一戒四 他 有一百七十一戒四 讲的是恶 就是我们所有人 最容易做的恶 自己都不知道 你做了这些恶事 你会得到什么恶报 我们的老子给我们发现了这个自然规律 写成了这个啊 太上感应天 那么大家如果还不理解这两本小书 我再做一个比喻 啊 比如说 我们要求借助工人盖一百层的高楼大厦 啊 比如说我们这样国家会议中心这么庄严的到啊 这个会场 你是应该把借助徒子给了他 这个高楼大厦就起来了 但是你假如把借助学理论 给了他 他一辈子也盖不出这个高楼大厦 啊 那么大家就知道了 你为什么不受益 你学了国学 甚至有的人研究了一辈子的国学 你为什么没有得到利益 没有解决自己的身心和谐家庭和谐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我们传统文化国学搞成了学术 没有真干 啊 那么现在我们的老祖宗太慈悲了 啊 真的太慈悲了 我们的老祖宗 给我们一般的人早就准备好了这两本小书 你不要研究什么大经大路 就这两本小书 你做到一条 你就得一份利益 就这么简单 非常简单 啊 那么我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 我是真干了 我记得我是啊 当初啊 我对照弟子规 我是一条一条开始落实 比如说弟子规开天 首先讲了二十四届具体校的行为 德行 二十四届啊 校的德行 那么没有对照这二十四届啊 这个校型以前 我请在座的各位 你们大家自己萌心自问一下 你的校可以打几分 能打一百分还是六十分 还是不及格 还是一个不孝的孩子 你们自己现在问一下自己 你是不是一个孝子 我呢 当初啊 没对照弟子 归在二十四届校以前 我自认为是个孝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在家里啊 我是姊妹五个 我是老小 我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妈妈 我妈妈需要多少钱 我给多少钱 啊 需要顾保姆 我给顾上保姆 满足我妈妈的一切需要 我在家里给我妈妈供养最多 我就认为我是最孝的啊 我姊妹五个 我是最孝的 自己以为自己是孝 但是呢 我当初我记得啊 08年8月份 我开始对照弟子归在二十四届校 认认真真对照以后 一届也没有做到 才知道自己的那个校 完全是假的 把自己骗了将近五十多年 啊 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从小没有人教育过我校道呀 谁教育过我 谁告诉我我孝敬父母呀 没有任何人教育过我 所以自己的不孝养成了习惯 自己都不知道 比如说弟子归上有一句话 叫出逼告反逼灭 居有常业无便 那么我对照自己 啊 我是一个星期去看妈妈一次 啊 推托什么工作忙呀 应酬多 那么我就当时 当初我只知道自己不孝 我就从这一条落实 啊 这是我落实弟子归的第一条 我就要求自己啊 要求自己怎么做呢 啊 我是每天啊 必须回去看妈妈一次 啊 那么 我当初我记得我还不习惯啊 因为没有那个习惯 有时候工作忙应酬多啊 这个回了家了 就忘了看妈妈了 不行 我就想起我在落实弟子归 哎 这样逼着自己坐着坐着就习惯了 每天到后来也忘不了了 每天开始啊 第一下了班 第一届室啊 不管多晚一定先回去看妈妈 啊 那么 那么后来我为了落实弟子归校道 我把外面大量的应酬推掉了 每天开始回去陪妈妈吃一顿饭啊 就更进一步了 哎 吃一顿饭 让妈妈高兴 一开始我没落实弟子归之前啊 这个校道以前我是妈妈跟我讲那些成年往事 我一般是啊 一句话就顶回去了 因为我是老小啊 对顶状父母那是经常啊 可以说随随便啊 学了弟子归以后不敢顶了 啊 一开始呢 我记得妈妈讲那些成年往事啊 我以前就是一句话讲顶回去 我说别说了 麻烦死了 啊 学了弟子归不敢顶了 一开始不不想听 不行 为了笑 不让啊 不敢顶撞妈妈吗 硬着头皮听 啊 那么到了哎 慢慢慢慢就习惯了 到了后来坐着坐着啊 就懂得啊 让妈妈高兴 送着妈妈啊 怎样送着妈妈 哎 那么我记得有时候啊 我回了家了 看到妈妈 这个有时候脸色很难看啊 不高兴 一句话也不说 我就开始懂的 我说哎妈妈 你年轻结婚的时候是个什么状况 他这让我这一逗高兴了啊 就滔滔不绝的讲了 讲完了 哎 那个脸上露出高兴的样子 我就懂得哎 通过弟子归的落实 我懂得什么叫送 孝顺的送 送着妈妈 让妈妈高兴 啊 那么我记得为了补这个孝道这一刻啊 因为从小没接受过弟子归啊 这个教育啊 我呢 呃 我说我要补孝道这一刻 我妈妈呢 多年前就得了脑血栓 半生瘫痪 大小便不能自理啊 都是保姆和姐姐们来伺候 那么我为了补孝道这一刻 我决定啊 三年前的八月十五那天 我说我要把妈妈接到我家 从此以后 我要亲自来伺候妈妈来补孝道这一刻 啊 那么 刚把妈妈接去以后还不习惯 我记得妈妈因为她大小便失禁了 啊 尿在裤子上 我一边给妈妈换尿裤 啊 一边就责备妈妈 我说你就不听我的话 我让你尿子切 一定要提前做那个尿筒杀 你就是不听我的 啊 一边给妈妈换裤子 一边责备妈妈 责备完了 我心里就想起弟子灰了 你大不孝呀 你责备妈妈 妈妈有多伤心呀 妈妈从小啊 一把死 一把尿 把你拉大 什么时候歇过你臭了 歇过你脏了 你今天长大了 你当了局长了啊 你就歇妈妈臭了 你的生命是谁给的 都忘了 没人教育 都忘了 啊 所以呢 自己呢 有一次我就决定啊 我说你歇妈妈臭 过去妈妈大便 都拉得下来 都是保姆用手来解决 我就想啊 妈妈是你自己的 你怎么能花钱雇保姆 代替你行销 啊 那是假的 啊 行销是你自己应该 啊 干 所以呢 我就决定啊 有一次我就决定 我说这一次不能让保姆 给妈妈解决大便了 我要自己亲自 给妈妈把这个大便解决了 啊 所以那一次 啊 我记得我用手给妈妈把大便 掏出来以后 处理干净 我抬头看了妈妈一眼 啊 那一次我现在还记得 妈妈那种安详的眼神也看着我 那种母子连心的感觉 啊 一下子找到了 啊 从来没有过 所以呢 从那以后 我呢 在日历上做个记号 就是到妈妈是三天到七天大便一次 我到这一天一定是我亲自来给妈妈处理大便 绝对不再让保姆给处理大便 啊 那 而且是尿在裤子上 我都是用手洗 你不是怕臭吗 我就用手洗 啊 为了克服我这个先臭先脏的毛病 哎 后来呢 我每当给妈妈啊 处理完这些大小便 每天早晨起来第一届事 给妈妈啊 把大小便处理完了 换衣服洗脸 你妈妈啊 到院外走一走 参着妈妈走 啊 做完这些事 我然后再去上班 内心特别的安慰 感觉呢 啊 终于能给妈妈做点事了 啊 妈妈不需要你给多少钱 不需要你当多大的官 就是这些弟子归具体的校 你能落实吗 啊 我记得啊 是在好像三年前 呃 是在前年的十月份啊 妈妈又一次脑血栓发作 这次发作以后 人呢 完全摊在床上了 大小 就是说话都不能说 吃饭喝水 非常的困难 啊 跟植物人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呢 弟子归上有一句话 我立刻就想到 什么话呢 叫亲友吉 药仙长 昼夜四 不离床 昼夜陪着你的父母 不能离开床铺 你看大家弟子归就什么具体 这没有理论 啊 不跟你讲什么理论 啊 就这么具体 这就叫笑 你做不到 就是不笑 那么我按照弟子归这一条 妈妈病倒以后 我每天晚上就开始啊 陪着妈妈一起睡觉 按照大夫告诉我的要求 每到两个小时一定要给你妈翻一次身 我呢 就到两个小时自然就醒来了 给妈妈翻一个身 做一个简单按摩 然后再睡觉 这样呢 坚持做了半年多的时间 我记得是在去年的三月十九号这一天 我这天身体呢 正好有点小病啊 不舒服 我就决定今天晚上不陪妈妈睡了 我说今天我要去把身体养好啊 明明天再陪妈妈睡 结果第二天下午的四点 妈妈永远的离开了人世 啊 永远 那么通在妈妈最需要儿子的时候 在妈妈最后一个啊 生命最后一个晚上 我当了逃兵 这件事情让我不能原谅自己 啊 为什么会出现这件事 我自己内心反省 从小没有接受过弟子归教育 那个不自私自利的习气 已经养成了 有了事先想到自己 没妈妈 她的生命就啊 眼看就到尽头了 我没想到呀 我这一次呀 真是应了我们老祖宗的那句话 叫树欲静 而分不止 子欲养而轻不呆 妈妈这一次永远不等你了 你想补孝到这一刻 没那个机会 没那个时间了 啊 所以我很后悔 我妈妈刚去世以后 我对着妈妈的遗像 早晨起来 给老人家上一炷香 对着老人家的一项磕头 忏悔 忏悔自己过去 没有落实弟子归以前 啊 得不种种不孝 比如说 啊 对着妈妈的面 和夫人吵架 大不孝呀 我过去都没没感觉 啊 学了弟子归不敢 但是你后悔也没用了 怎么办 有一天啊 早晨我记得 在妈妈遗像面前 我就发了个约 我说 在妈妈这里 我孝道 已经落下了大的亏切 那么 以后怎么来弥补这个孝道 我就 我就想 我说只能 啊 把纳税人当成我的衣食父母 我要为纳税人服务 来继续补孝道 这一刻 啊 那么 我发了这个愿意后 我真的现在开始 在做为人民服务的事了 啊 那么大家说 何以借得你 在做为人民服务的事呢 比如说 像这样的论坛啊 这是我们北京是第一次 在全国各地啊 现在到处在办这样的论坛 他们邀请我 因为我是在全国党政机关 啊 率先落实圣洁教育的一个党政机关 他们要求我呢 做汇报 啊 我是无怨无悔的 没有任何代价 我记得去年 啊 我们三西 一个地税局 啊 他教求我做汇报 汇报完了 给了我两万块钱 两个小时给两万块钱 我不敢收人家钱 我在妈妈发了愿 在妈妈一下面钱发了愿意后 不敢收任何主办方的一封钱 啊 为什么不敢收呢 因为你收了钱 就不是为人民服务了 那就叫为人民币服务 对不对啊 大家说 所以呢 我在妈妈这里补校到这一刻 我呢 对孔老夫子写的校经 有了深切的感悟 什么感悟呢 请电脑老师啊 把校经啊 第一句话打出来 啊 我们校经 被列为十三经之首 第一经 一共才两千多个字 非常的重要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部经典 可以自国啊 平天下啊 家庭和谐 身心和谐 一个宝典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这本书 孔老夫子在开篇 第一句话说 先王有自得要道 先王有自得要道 以送天下名用和睦 上下不愿 什么意思呢 先王 我们的古圣 一些邪 有一个最高的德行 自得 最高的德行 要道 最高 最重要的大道 你要用了这个字 最高的德行和大道 你就可以达到三个目标 获得三个利益 哪三个利益呢 第一 以送天下 什么意思呢 国家 用了这个大道 社会就和谐了 第二 民用和睦 我们老百姓家庭 用了这个大道 家庭就和谐了 就不吵架了 第三 上下无愿 企业 机关 党政机关 用了这个大道 领导和下属 就没有怨恨了 就不会互相拆台了 你看这个大道多么重要 孔老夫子第二句话说 那么这个大道是什么呢 第二句话 打出来第二句话 孔老夫子告诉我们 这个大道最重要的德行就是 夫孝 德之本也 教之所有生也 夫是感叹子 强调 这个大道就是孝 这个最高的德行 就是孝 你啊 这是这个大道呀 是 德之本也 教之所有生也 什么意思呢 一切德行的起点 都是从孝道教育开始的 一切教育都是从孝道教育产生出来的 如果没有孝道教育 你那个教育一定失败 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失败了 那么你找到原因了吗 为什么你失败了 你的教育失败了 你没有孝道教育 孔老夫子第三句话说 不爱其轻 把第三句话打出来 不爱其轻 而爱他人者 为之贝德 什么意思呢 他连生他养他的父母 他都不孝 乖 你教育他 爱同学 爱老师 爱祖国 爱人民 全是空话 全是假话 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些大学生 你们知道出现的那些案例 马家爵 要加青 和前不久 复旦大学 一个研究生投赌案 为什么 因为他不孝经父母 他对别人的生命 他是不爱 不会去爱的 有了利益冲突的时候 他就可以杀人 放火 所以呀 这个孝道教育 多么重要 你看孔老夫子 这个孝经 大家就理解了 这部孝经 它的重大意义 为什么我们老祖宗 两千多年了 选拔官员 就两个字 一个是孝 一个是连 两个字 就可以了 就是一个好官 为什么呀 我们学了孔老夫子的孝经 就理解了 现在有些人 他不理解 他接受了一些西方的错误价值观 认为我们老祖宗 他 他 这 这 这 太简单了 什么 一个孝字 一个廉字 就可以当官 对了 有一个孝 他爱自己的父母 他就会爱祖国 爱人民 他才会为人民服务 一个廉字 他就不会去贪污腐败 两个字 足以 两个字足以 你看我们老祖宗 多么的伟大 多么有智慧 大道自解 所以呀 我通过学习 通过在妈妈这里 落实地子规 补校到这一刻 对孝经 才真正的理解了 大家再看 地子规 是怎么来完成 为人民服务 教育的 把地子规打出来 地子规 完成我们党的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地子规要分四个步骤 来完成 第一步 守孝T 首先 教育他孝敬父母 爱父母 培养他爱心的原始点 这个人的爱心 是从爱妈妈 爱父母那里 产生出来的 这个爱心 大家记住 爱心 他产生 有一个原始点 就是守孝T 第二步 随着他年龄的长大 教育他 这个爱心 要进一步的扩大 长大了 要兄道友 弟道公 兄弟目 孝在中 什么意思呢 告诉他 随着年龄的长大 要有爱 兄弟姐妹 那么 第三步 随 再进一步 这个爱心扩大 告诉他 四诸父 如四父 四诸兄 如四兄 那么你 到了学校 到了单位 就告诉你 要把别人的父母 同事的父母 当成你自己的父母 把同事 当成你的兄弟姐妹 那个这个爱心啊 就了不起了 扩大到第三步了 最后一步 弟子规上讲 凡私人皆虚爱 天同父 地同在 那么 告诉他 最后这个爱心教育 告诉他 我们生活在 一个地球上 我们是一个生命 共同体 要爱 有爱天下 所有的人 这个爱心教育 到了最后 这一步 才完成了 爱祖国 爱人民 为人民服 才完成了 所以说 为人民服 不是一句口号 在那里喊出来的 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 你在那里喊口号 喊上一百年 也没有用 要经过 要经过四个步骤 来完成 大家就知道了 弟子规 多么了不起 到目前为止 是我们党 落实 我们宗旨的一个 最科学的教材 没有任何一个教材 能够超过弟子规 不要瞧不起 弟子规 我们大家想 今天在社会 各个行业 谁应该歇学 弟子规 大家说 谁应该歇学 弟子规 是不是我们的孩子 歇学 弟子规 我认为 领导干部 要歇学 弟子规 家长老师 要歇学 弟子规 然后我们的下一代 才有希望 老师 让孩子 学 弟子规 最后孩子发现 你老师 做不到 家长 做不到 你大人 骗我们 孩子 永远 不会落实 弟子规 孩子会把 弟子规 当成 口号 白 没有用 所以 这个 大家 不要误解 说 你这是让 领导干部 歇学 弟子规 是不是 小瞧 我们领导干部 这里 我做一个解释 我们中国的 传统文化 到今天为止 被破坏了整整 一百多年 不要说我们这一代 没有接受过弟子规 派上感应贴的教育 我们的爷爷奶奶 我们祖上的一代 也没有接受过 道德的教育 所以这一刻呀 我们今天所有的人 从领导到三岁的小孩子 大家在弟子规 面前是一个起跑线 你不要以为自己的德行 有多高 一个起跑线 为什么说领导干部 要歇学呀 因为你领导干部 影响的人太多太多了 你一个人 有德行了 你这一个单位 就有福气了 你这个单位就好了 为什么说我们领导人 非常重要 要歇补地子规 这一刻 然后老百姓 才会幸福你 那么我就是对到弟子规 这样 增干 比如说 弟子规上有一句话 叫年方少无饮酒 饮酒醉 醉为醜 那么我过去呢 在家特别爱喝酒 我一个人在家里喝酒 可以说 但是呢 为了落实弟子规这一条 因为什么 喝醉酒 那是缺大德的事 那么我为了给干部做表税 自己也没有自控能力 我是一个凡夫 没有自控能力 怎么办 我记得是在09年的 过年的一天 我就从这一天 我说我要把酒戒掉 我要把弟子规 这一条落实了 所以弟子规 我又做到了一条 比如说弟子规上有句话 对饮食误解则 食食可误过则 这句话告诉你 吃饭也有德行 不要为了欲望而吃 要为了健康而吃 结果呢 我自己啊 过去 我呢 这句话没有做到 身体差一点出了大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在五年以前 有一个长期腐泻 这个疾病 半年多了 就是吃完饭就腐泻 早在库 看 吃药也没自好 我记得是在 09年的四月份 我到广东的汕头 参加一个弟子规 封闭的培训班 七天 大家这样的学习 不封闭 三天 我参加那弟子规 那样的学习班 七天的 我参加过三次 我亲自参加 三次 那么在这个学习班上 人家有一课 告诉你 吃肉有哪些害处 吃素有哪些好处 我想这一课 也不要我多讲了 我听说 田永慎博士 已经讲了这一课 那么在这个学习班上 人家也不给吃肉 我吃了七天素 结果呢 我学习班结束了 我在回家的路上 我就想到一件事 我说这七天 为什么 我突然想到 这七天没发生一次浮泻 我就突然意识到了 过去三顿饭 动动不离肉 把那个吃肉呀 觉得不吃肉 这个饭就不能吃了 那还够营养吗 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 我反省到自己过去吃肉 把自己的肠胃给吃坏了 腐泻 那是个警告的信号 所以我呢 从那以后就不敢吃肉了 我的腐泻自然就好了 到现在也好了 还有一种重要 严重的疾病 我有一个三叉神经痛 折磨了我三十多年 我到全国各地 所有的方法 治疗这个病的方法 我都看 也没看好 我在沈阳 做了手术 这半年 做完手术 每一个月以后 又转移到这半年 疼了 我真的折磨的 我没有任何办法了 这个病什么时候好的 两年前才开始好的 没治好了 怎么好了呢 我找到这个原因了 什么原因呢 我两年前开始 重点落实 太上感应片 为什么落实感应片 大家想 我落实地址归三年了 我的三叉神经痛 没有好 我这两年才发现 这搞好没有 自己过去 做的恶事 自己不知道 还在作恶 那么学了感应片开始 不敢作恶了 叫我们老祖宗经典上讲的 断恶修善 首先要断恶 你修善没用 你不断恶 你修多少善 没用 这两年 我按照太上感应片 那些恶事 我不敢做了 我怕报应 怕报应 所以呢 你看就这么简单 告诉大家 没什么奥妙 负能量 解锁了 正能量 增加了 所以这个三叉神经痛 好了 就这么简单 没什么奥妙 我们现在很多人呀 自己缺德 自己都不知道 天天在干缺德事 不知道 没自认为是个好人 我过去也认为自己是个好人呀 我哪缺德了 这个 我呀 这个不吃肉 可以说救了我的命 这个腹泻 你看 自然而然好了 现在 田永生 包括他博士讲的那个课 和现在的医学科学 已经证明 人类的三大疾病 和吃肉 有直接的关系 哪三大疾病呢 糖尿病 癌症 心脑血管疾病 和吃肉 有直接的关系 啊 我们开发区 大同开发区 是一个国家级的开发区 啊 第四级的规格 我们开发区 有九个领导 有四个主人 得了癌症 三个已经死了 啊 非常可怕呀 从来没有这么 啊 三个主人已经 啊 就是死了 还有一个主人 现在还活着 啊 非常可怕呀 啊 所以就这样 我对照弟子规 我真干 啊 那么现在有些 过去我的酒肉朋友 就讽刺我 说你这酒也不喝了 肉也不吃了 歌厅桑纳也不去了 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啊 粉刺我 哈哈 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啊 可以今天在这个会场 我有发言权 为什么说有发言权 啊 我当了啊 这个醉生梦死的生活 我过了十五年 啊 那种生活 我现在回过头来 再看一下 那种吃肉 喝酒 到歌厅桑纳 找刺激 找快乐 当时给你一点快乐 过后呢 伤害了身体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把德行给败掉了 一个人缺德了 你缺德了 你的灾难就来了 我们义经上讲的 厚德 宰物 啊 你缺德了 你承载不住了 为什么我过去得那两种 严重疾病啊 你缺德了 所以你得病 那是小小的报应 那还是刚刚开始 你看我现在 不过那样的生活了 我现在呢 啊 开始过上 按照圣洁教诲 过上了一个有道德的人的生活 啊 每天早晨起来 读一读 太上感应片 就好像和老子在一起 啊 自己的人生 有了方向 有了目标 人活得有了价值 啊 你看到这样的啊 北京给大家做汇报 我如果像过去那样 醉生梦死的生活 我能做到这里吗 大家说 哈哈哈哈 啊 不可能的 啊 所以啊 我把过去那种 醉生梦死的生活 比成什么呢 跟那个慢性吸毒一样 当时给你一点快乐 过后呢 要你的命 啊 你自己都不知道 哈哈哈哈 那么还有更高兴的是 啊 还有更高兴的是 是我的家庭受益了 啊 我只讲一下 我女儿的教育问题 是怎么解决的 啊 我女儿 我有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儿 啊 我记得五年以前 刚上大学的时候 她回了家 放假了 回家 就是盯着那个电脑 这一个月 几乎就是看那些烂七八糟 上网 购物 每天三天两头就那些购物 油包就寄到家了 烂买东西 啊 烂花钱 啊 看上网 我经常发现她半夜不睡觉 哎 我看那房间亮子灯 我有一次 我就到她那个房间 我说你半夜三点了 还不睡觉 干什么 我结果呢 从她的被窝里发现一个MP4 我拿打开一看 上面有上千首的情歌 还有大量的韩国电视剧 就是那些搞对象 啊 一晚上一晚上不睡觉 看那些烂七八糟 我跟孩子讲 我说不能这样 啊 你赶快睡觉 我看看她听不听我的话 第二天我就注意她那个房间 结果呢 人家一两点了 还亮着灯 我当时弟子规还没落时候 有点生气啊 我就进她那个房间 结果呢 人家把房间门给反锁了 进不去了 我再一敲门 把灯关了 不跟你说话 你想跟人家多说一句话 都听见你说话就烦 啊 我给女儿讲 我说弟子规这么好 你赶快学弟子规 把蔡理徐老师的光盘给她 根本不看 我也没办法 我说我自己先落实吧 啊 我也管不了啊 现在这个社会诱惑太大了 我也管不了了 怎么办 啊 等以后再说 找机会 我记得是在2010年的7月份 啊 他大学放假了 啊 青岛有个大学生 弟子规下令营 我跟跟他说 我说青岛这里 有一个大学生下令营 你去玩上10天 我没敢说弟子规 为什么没敢说呀 因为我 因为我跟他讲了一年的弟子规 我怕他反感 听到弟子规这三个字就啊 就反感 所以我哄着女儿去了 女儿呢 去了以后 我记得是在第四天啊 女儿就给我发了个信息 这是我第一次啊 他这一生第一次给我发信息 啊 你看我我们这个溺爱的教育多失败啊 他给我发了个什么信息呢 他说 爸爸 弟子规上讲 勿机具勿摇臂 勿介玉勿波矣 你作为一个局长 客人来了 踩这个腿 仰靠在沙发上 太丢人了 注意自己的形象 啊 我把弟子规 比成造妖镜 你缺不缺德 拿这个造妖镜一照 就知道 我们最近党中央 搞穷众露邪教育 叫 照镜子 正衣冠 治治病 洗洗澡 那么怎么照镜子呢 最好的镜子 弟子规 缺不缺德 照一照 自己干吗干坏事 用太上感应天 照一照 这是两个最好的镜子 啊 不然的话 这个穷众露邪会 走形式的啊 但是这个照镜子啊 有一个原理 告诉大家 这个镜子 照 是照妖镜 是照自己的啊 不是照别人的 哈哈 不是拿这个照妖镜 学了啊 弟子规回家 就看见夫人不送也 看见孩子不送也 那你就错了 我们老祖宗的传统文化 有一个原则叫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啊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那么我看到女儿 拿着个照妖镜 照着爸爸 我很高兴 我说女儿 我跟他讲了一年的弟子规了 他都不听 哎 这一次终于接受弟子规了 啊 所以我马上给他发了一个信息 我说 啊 女儿啊 弟子规上讲 亲有过 戒死根 仪无色 柔无生 你的态度不好 啊 那么女儿马上又给我回一个信息 说爸爸 女儿知道了 短短十天 弟子规下令营 我们妇女之间那种父子友亲的感觉 通过弟子规一下子找到了 十多年了没这个感觉 啊 那么我看到这个利益以后 我第二年又让孩子啊 参加这个弟子规下令营 啊 这一次他是高高兴兴去了 啊 学习班结束 孩子跟我说 爸爸我大学想休学不上了 啊 我想上传统文化的学校 啊 那么 我跟女儿交流以后 我了解到 我们达成 我们妇女之间达成一致的共识 我们终于明白了 圣邪教育关系到一个人 这一生 急凶祸福 头等大事 啊 这个教育 一天都不能等 啊 一天都不能等 因为这个教育没有 他人生不会幸福 他的人生随时有灾难 啊 所以我们就决定 让女儿参加啊 一个啊 传统文化的学校 他学了一年以后 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和现在的大学生是截然相反的 发生了逆转 啊 在这里 啊 我读一封信 啊 这是过年的时候 不让回家 啊 这个扎根教育要三年 啊 不让回家 他给我和他的妈妈各自写了一封信 啊 在这里呢 我摘要的读一下 看看我女儿的这个价值观 思想的变化 啊 他说亲爱的父亲 最近怎样 一切都还好吗 爸爸 女儿真的很感恩您 如果不是您 女儿不会有机会 接受圣洁教育 一步一步按照圣洁教育 先扎好三个根 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 现在 女儿可以看到自己的未来 是一条灯火通明的康庄大道 不再是从前那一条没有目标 没有方向的经济直漏 对不起 爸爸 女儿从前对您是那么的不恭敬 那么的不孝顺 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 让您伤心失望了 真的对不起 我错了 从这个开始 女儿一定努力的把自己那颗忘心 换成真心 仅忠您和老师的教诲 把大心 把真心 把自己的一生 都自心与弘扬 传统文化 承圣承邪 最愿您在新的一年中 得日敬 过日少 原成大孝 女儿敬上 11年的2月7号 女儿给我写的这份信 我读了这份信 我的心 放下了 我女儿的教育问题 完成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今后人生遇到了任何的挫折和坎坷 他会用老祖宗的大智慧呢 去化解 他绝对不会说想不开了 像有些大学生给你自杀 跳楼 或者是杀人 他绝对不会 他有老祖宗的智慧 他的人生就幸福了 所以 跟大家讲 说实在的 你当多 不管你当多大的官 你是一个老板 有几个亿 几十个亿的财产 你的孩子教育失败了 你的孩子是一个顽固子弟 是一个吃喝飘赌的败家子 你还有什么人生幸福 没有人生幸福呀 所以孩子的教育是个天大的事 怎么来解决 只有圣洁教育 能够给我们的孩子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 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没有第二条路 因为我认为我们这个老祖宗 给我们留下了五千年的修身 齐家 治国平息天下的大智慧 这么好的东西 我们不用 真是个大傻瓜呀 我当时就坚定不移的把圣洁教育 推展到我们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中 经过我 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发现一年以后 我们初届成效 两年以后 人心大变 两年以后 我们那个开发区地税局 就是一个和谐的机关 我记得两年后 我们被三西省地税局 评为全省纳税服务标兵单位 两年以后 我们那个开发区地税局通过圣洁教育 两年以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和谐的机关 同事和同事之间 同事和领导之间 大家没有再也没有互相拆台说谐话 背后那种那些小动作 没有了 我们在一起 我们那个开发区就像一个大家庭 变成了一个和谐的机关 我下面跟大家分享最后的一大成果 就是贪污腐败 我们是如何从源头上自理的 大家知道 中国的传统文化 是由三家构成 儒家 道家 和佛家 三家共同组成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那么这三家呢 一致发现了一个最重要的宇宙人生真相 或者叫自然规律 第一条可以说是人生的第一条规律 我们每天每一个人都逃不妥这条规律 大家说是哪一条规律啊 就是我们儒家 《易经》上开篇第一句话 叫积善之家 必有余青 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秧 大家记住 必是一定的 绝对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这个报应 你做善事 做好事 不但自己受益 你的后代子宗也会受益 你做坏事 做恶事 不但你自己遭殃 你的后代子宗必然遭殃 必 绝对逃不掉 因为《易经》上讲 你这样做 怎么做 你就会得到吉祥幸福 你不这样做 你就会得到灾难灾祸 实际《易经》就是一部善恶之报的一部书 没有什么复杂的 他的就是这一句话 善恶之报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发现 通过这几年 我们发现了 讲善恶之报 对我们今天这个社会 最好的一部教材就是太上感应篇 这部教材啊 是道家所有道账的落实 但是他呢 跟地址规不同 刚才我讲了 他讲了一百七十一戒恶 那么这一百七十一戒恶事呢 我不详细讲了 我只拿出最后的一戒恶事 也是最大的一戒恶 就是得到不义的钱财 你会得什么恶报 那么太上感应篇 讲这一百七十一戒恶事呢 都是一句话 只有讲到 这个不义之财呢 讲了二十多句话 将近三十句话 一再地告诫我们后代子宋 千万不敢得不义之财 你得到不义之财 会得什么恶报呢 请电脑老师 把太上感应篇打出来 第一句话 开篇第一句话 叫祸福无门 为人自遭 善恶之暴 如影随形 告诉你 一切的吉祥幸福 或者是灾难 全是你自己招来的 为人自遭 你不要越社会 越家庭 越领导 全是你自己招来的 你做善事 做好事 虽然现在还没有得到 好的 这个结果 善报 但是那个吉祥的影子 已经跟上你了 你做坏事 做恶事 虽然现在还没有得到恶报 但是那个恶的影子 已经紧紧地跟上你了 那么我们看 这一百七十一戒恶事里面 得到不益钱 才会得什么恶报 太上感应天 放在了最后 因为它是最重要 它说 诸恶取人才者 乃记其妻子家口 以荡资 借字死伤 若不死伤 则有随伙斗贼 遗亡弃物 其病 口舌诸事 以当忘取之子 诸是什么意思呢 各种 各种 各行各业 你得到不益钱财 各种 得到的不益钱财 不是说光指我们党员干部 贪污受贿的 其他的行业 比如说老师 这个职业非常的崇高 但是现在 我听我们当地的一些老师 讲 给学生调 座位 收人家的好处费 补课 收人家的好处费 那叫横财 那么种种各行各业 不应该得的钱 你得了 大学上讲 货备而入者 亦备而出 你得到这些不益的钱财 你在花的同时呢 会来灾难 什么灾难呢 太上改一天 讲得太清楚了 这些圣人 他们看到 他说 乃记其妻子 家口以荡之 用你的妻子和孩子 来比顶 家口包括你的兄弟姐妹 和你的父母 为什么会用他们来比顶呢 因为他们 你贪污受回来的钱 他们也会受益 所以他们也在 这个报应的范围 用你的妻子 为什么过去不讲丈夫呢 因为过去那个社会 都是男的在外面赚钱 女的在家里 所以这里没有丈夫 这个丈夫之一说 乃记其妻子 家口以荡之 戒至死伤 让他们逐渐的死亡 假如弱不死伤 假如不够死的那个条件 就是说你得到这个横财 还不够死的那个量 会有什么报应呢 乃记 则有水火盗贼 水灾 火灾 把你的房子财产 冲掉了 烧掉了 盗贼 把那个钱财给偷走了 骗子骗走了 不孝子松 把你的钱给败散掉了 等等等等的 还有 疾病 重大的疾病 跟你得到不易钱 才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有些人不学啊 不知道 以为自己啊 得癌症死了 不知道因为什么死的 重大的疾病 有些人就和得到不易 财 有关 比如说 还有重大的车祸 也是跟你得到不易 财 财 有关系 啊 种种的报应 啊 这个报应太多了 啊 就是我们 陈毅元帅啊 我们老一辈革命家 陈毅元帅 他 给我们如实道三家 这个善恶之报 做了一个总结 啊 叫什么呢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实诚未到 实诚一到 一定要报 你说我们老一辈革命家 陈毅元帅 他在讲迷信吗 你能说 易经讲迷信吗 啊 你能说太上感应天 这是迷信吗 我们过去啊 我自己啊 把这些东西都当成了分界迷信 为什么呢 我从小啊 接受了一些西方的错误价值观 没 我看不到 我就认为那是分界迷信 啊 我相信太上感应天 跟大家讲 我用了十年的时间 我今天才相信 啊 用了十年的时间 所以在座的各位 有你们今天第一次听到太上感应天 不相信啊 情有可原 啊 因为这个东西啊 你不知道 啊 一定要去研究 因为关系到自己的身家性命 啊 清朝的一个大宰相啊 叫彭宁子 他说 做官员和啊 作为官员啊 官吏 一定要学太上感应天 你不学太上感应天 绝对不能当官 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他是说 你不学太上感应天 因为你当官 手里有权 啊 你不懂得这个善恶之报 你会把自己给害 葬送掉 你自己都不知道 啊 所以这个太上感应天 对官员是最重要的 啊 最重要的 啊 那么 这个太上感应天 啊 他讲的是不是真的 我呢 在 我学了感应天 马上就想到一件事 业证了太上感应天的这个 啊 这个真理 啊 什么事呢 我几年前 啊 国家税务总局啊 通知我参加一个 在扬州税务学院 参加一个学习 有一个教授 给我 给我们讲一个案例 他说 到目前为止 全国的国地税系统 被抓起第四一级的一把手 抓起十个 啊 他说这十个局长 奇怪了 都是国税局的 没有一个是地税局的 他解释不了 他说 为什么都是国税局的 怎么没有一个地税局 难道说 国税局的 联接 联接从政 没有搞好 还是地税局的 用气好 他说了很多话 也没有说清 这个原因 为什么十个局长 都是国税局 我学了感应天 一下子 验证了感应天的 伟大 啊 为什么这十个局长 都是国税局的 我现在啊 跟大家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 根据太上感应天 讲的那个原理 啊 我们来做一个分析 啊 我呢 是 过去是 开发区地税局的局长 我们开发区 有一万人 我收的税是地方人民 所有的财产 啊 就是归之一万人 所有 假如我已税牧师 我的罪有多大 啊 小偷 偷别人的钱 这是一对一的罪 对不对啊 大家说 啊 一对一的罪 我呢 假如已税牧师 给国家造成偷税漏税 我的罪比小偷的罪要大 一万倍 对不对啊 这逻辑嘛 逻辑推理 啊 但是 国开发区国税局局长 他收的税 所有权是谁的 啊 国不是国家 国家是负责保管 所有权是13亿人民 共有的财产 啊 国税局收的税 啊 13亿人民共有的财产 那么假如他国税局局长 已税牧师 他的罪 比小偷的罪要大多少倍 大家说 13亿倍 那么 做一个算术比较 一万比13亿 你们算一下是一比1300 也就说国税局局长的那个罪 比我的罪要大1300倍 按照太上感应贴讲的原理 啊 最大的先报 对不对啊 这是规律啊 太上感应贴讲的嘛 最大的你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 你那个恶报就卸钱了 为什么这十个局长都是国税局的 大家找到答案了吗 因为国税局局长的那个罪太大太大了 一个天大的罪 你那个地税局肯定也有给国家造成偷税的 但是你那个罪 跟国税局局长那个罪比还小得多 啊 容不上 对不对啊 容不上他 啊 地税局的 不是不报 是以其他的方式报 啊 急定口舌诛事 我学了这个感应贴以后 我们对大同事地税局 这几年 我们干部遭到恶报的案例 我做了一个认真的研究 因为什么呢 我要验证感应贴 讲的是不是真理 这结果这一研究呀 我就害怕 啊 我们大同地税局十九年成立到今天 十九年了 我发现是我们大同地税局是到目前为止 全山西省党政机关里唯一一个没有干部 没有被判刑的 只有我们大同事地税局 很奇怪 啊 我们的一把手跟我讲说我们大同地税局的这个用逐太好了 啊 没有一个啊 其他的机关十个八个都多了 啊 结果呢 这十九年 我调查以后发现 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 死了二十一个年轻的干部 啊 死了二十一个 这有两个被杀了 啊 今年有两个被杀了 有七个出了车祸被撞撞死的 还有就是得癌症得大病死的 二十一个 啊 我调查发现 这十二十一个干部 百分之九十的人是谷所长以上的干部 也就是说他手里面有重要的税收执法权 我们有两个 我们有两个 谢绝的一把手啊 一个是四十四岁死了 得干癌死的 还有一个干部 四十二岁啊 得了高烧 持续不退 半年多到北京的三零一医院 花了七十多万 也没治好 死了 四十二岁 啊 死的这个干部 这个情况 我跟大家啊 简单介绍一下 在这里呢 代替他送便 做一个忏悔 啊 大家不要 啊 不要误解啊 你看人家 遭了大灾难了 你在这里喊讲人家 是不是你缺德呀 我们老祖宗有一个方法 经理来讲 把他的错误讲出来 能够教育别人 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他在片子里 可以得到操拔 啊 那么这个干部 他一进税务局呢 就跟着我 叫我师父 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啊 非常有才 啊 他三十八九那一年 提拔了一把手 局长 啊 一个谢局的啊 局长 提拔了两年以后 就得了一个高烧 持续不退 啊 然后最后死了 死了以后呢 我了解到 啊 当时检查院 调查一个案子 啊 就是在他手上 有一笔所得税 五百多万 他给批了 免掉了 没有收 啊 这五百万税款 他肯定得人家好处了 他不得人好处 他敢这样 冒这么大风险 啊 那那国家的税法都是 啊 任何人都不能 歼免的呀 他五百万税款 就啊 啊 透露掉了 啊 他的自己福报小 按照太上改一篇 讲的啊 最后一句话 太上改一篇啊 打出来 啊 最后的一句话 啊 叫取非义之财 譬如路虎救鸡 挣酒子客 非不赞保 死亦及之 啊 什么意思呢 得到不义的钱财 就好像吃有毒的肉 喝有毒的酒 不但止不了你的饥渴 死亡再向你一步一步走进 你自己都不知道 我想跟请问在座的各位嘉宾 你们大家 你们分析一下 我们大同市地税局 没有二十九年了 没有一个干部被抓起来的 结果呢 遭到极端的恶暴 就死了二十一个 难道说 这是用气不好吗 大家说 是不是用气不好 绝对不是 就是太上改一篇讲的这句话 啊 我通过学习改一篇 通过我们干部 啊 这个报应 我才理解到老子在道德经上 讲的那句话 叫天网 叫天网 什么叫天网呢 太上感应天就叫天网 灰灰 看不见 你不是不相信吗 太上感应天 你不相信 看不见 啊 这个报应 看不到 啊 但是一个都逃不掉 我还没统计我们大同地税局 因为啊 这个这个家庭遭到一些其他一些其他的灾难 比如说出车祸被撞产的家庭不幸的 我发现啊 我们只要这个干部手脚不干净 啊 他家庭绝对不幸福 不是他孩子出问题 就是他妻子出问题 要么等等等等的问题 他的家绝对不幸福 我呢 学了这个感应天以后 我呢 我记得啊 2009年的12月份 啊 我就 有一天早晨 我就早晨起来读感应片 啊 我就害怕了 我读了感应片那一天 我就发了个愿 我说从此以后 不管你跟我关系有多好 你找到我想少交税 我就是不当这个局长 我也不会给国家造成偷税漏税 啊 所以我真正做到连接从政 是从2009年12月份以后 那么大家啊 就想了 说你这当了15年的局长 你没学感应片之前 你干吗干过坏事 啊 错事 哈哈 跟大家坦白的讲 肯定干过 哈哈 老祖宗的经典上讲 人非圣邪 熟能无国 性本善 性相敬 习相远 狗不叫 性乃千 我们的干部 是能够教育好的 我发现 通过 太上感应天教育 一年以后 百分之五十的干部 不敢贪污赎费了 两年以后 百分之七十的干部 不敢了 现在 我发现 还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干部 还在贪污赎费 但是呢 我 我觉得 只要有百分之五十的干部 不敢了 我们的连接从政就成功了 为什么说成功了呢 因为 我们老祖宗经典上讲的 邪不压正 只要正气上来 邪气了 就压下去了 所以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我们这个经验教训 学习弟子规 我发现 学了两年 不敢贪污受贿的干部 只有一百个人 只有两三个 学了感应天 两年以后 一百个人 有七十个人不敢了 所以大家 接受我们这个经验教训 一定要把太上感应天 作为第一教权 作为第一教权 弟子规 作为第二教权 啊 如果 太上感应天 能够在中央党校 奖上一年 我们中国的 反腐唱联 就成功了 就是 啊 我们党啊 我们习主席讲的 我们的反腐唱联 一定要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 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特在什么 它的核心价值观 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就是我们老祖宗的圣邪教育 啊 你看 啊 非常简单 啊 大家记住 《易经》上的那句话 大道 自解 啊 大学上讲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你看 什么修身呢 一本弟子规 或者 一本太上改一天 主义 啊 主义 我现在没想到要治国 啊 你看 也达到了一点 自己能给党 蜂拥 啊 给党 找到了一条 治理贪污腐败 怎样落实 为人民服务 宗旨 这条真实可行的路子 不过啊 不是我自己啊 找到的啊 是老祖宗告诉我的 啊 所以呢 最后 啊 祝愿各位的嘉宾 你们今天啊 都是信用者 因为你们接受了圣邪教育 从此以后 人生 吉祥 幸福 最后希望啊 在座的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啊 给我 呃 我这个汇报 有讲错的地方啊 给我提出宝贵意见 我的汇报到此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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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